來和大家分享一下澳洲的訊息是怎樣的 這樣會給大家一個訊息更新 去年我們有一個訊息預算政府 已經提出了幾個例已經是通過了的 還有他們是甚麼意思給大家呢 還有最後的就是來申請我們公司 因為澳洲的訊息是有甚麼程式的呢 首先先講一講關於你的訊息是甚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也有朋友在澳洲做過事 或者有多少關係是這一點 我相信大家有聽過 一定有朋友會跟你說不需要報稅的了 不會續到你的了 這些合法都是不對的 我遲些會跟你說為甚麼 一定會跟你說賺那麼少錢報你做甚麼 或者我又不是賺很多錢 簡單來說 不管你賺一元或者一百萬 一定要報稅 只要你在澳洲會有一個投資的東西 就一定要報稅 沒有得談 其他事情甚麼都不需要談 不管你賺多少錢或者是虧錢 就算一些客人說虧錢了 不報了 第一 你犯規的 第二 你覺得他們會好些甚麼 如果你不報 遲些我會再解釋一下給大家 其實你報是給一個好處的 這樣 不可能 要申請 有一個歐洲的財務 帳號 賺到澳洲的財務 澳洲的金融月份是7月1日到6月30日 我們現在是在2018的金融月份 所以2018的金融月份是6月30日會員 什麼時候需要交稅給稅務局呢 簡單來說是4個月後 10月31日之前需要交這個稅務局 就算是給澳洲稅務局 若不是已經遲了個口 稅務局便會有期罰款 不用說因為我們是註冊會計師樓 我跟澳洲稅務局多過跟我太太聊天 但不用說是很好的關係 我們可以跟澳洲稅務局 應用的需要 如果我們拿到的應用 我們可以應用到下一年5月中 所以簡單來說 今年2018的金融月份 平常我們會10月31日之前 交稅給稅務局 如果需要延伸 我們可以拉到5月中2019 簡單來說差不多11個月後 不過有兩個很重要的 criteria 第一 不要11月1日跟我說 我需要延伸 幫不到你 因為數目局已經說了 給你4個月 最多限度 這4個月中 你可以找到一個 註冊會計師 來幫你申請延伸 第二 其實很平常下 雖然是不對 一時我們的客人不知道自己需要 報稅之類的原因 沒有報到他們 爭稅務局 如果有 超過了 的朋友 政府 稅務局不會給你 延伸 在這個情況之中 我們常常會盡量 幫我們的客人 更新 有什麼需要 爭稅務局 報回他們 下一年 如果你們需要延伸 我們都一樣會 可以拿得到 在這一點來說 稅務局 都會連揚我們的 我現在和大家聊一聊 關於2018 金融月的 稅率率 左邊那邊 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有 外國人 可以拍照嗎 可以 這個可以 其實這個 我們的網頁 都會有 稅率率 所以 如果 坦白的 我覺得 你們如果 要更新的稅率率 可以上我們 自己的網頁 首先 第一 外國人的稅率率 是32.5% 我們開始 這樣 我們的稅率率 頭萬百元 是免稅額 首先 不用說 很多香港的朋友 可能在澳洲有身份 或者是PR也好 Citizen也好 簡單一點 首先 第一 澳洲稅務局 不理你有沒有身份 你是用自己的例 來決定你 不是Tax resident 如果你是在香港工作 做生意也好 打工也好 以及在香港住的話 大多數的情況 你都會是Foreign Resident 在Foreign Resident的角度 你只需要 報回澳洲的物業 就是這麼多 澳洲說服 是不會去過問 你在香港賺多少錢 你在香港賺什麼物業 因為是無缺過問 Tax resident 就有少少不同 我自己本身是在墨業本住的 我是個Tax resident 這樣 有一時一刻 跟我說 澳洲有身份 我是Tax resident 這樣 是不是一件好事 誰要Tax resident 我又送我的給你 給你一千元的號子 為什麼不是這麼好 在澳洲 我們有環球稅 打個比喻 我是Tax resident 如果我在香港 我有一層樓 我需要報給澳洲政府 如果我 不用說 有低的收入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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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看清楚 32.5% 這裏 32.5% 37 37 45 45 簡單來說 Tax rate 不是 相差 那麼遠 政府 所以政府不是特別 抗爭 一個外國的投資者 我不用說 很多時候 一些朋友看到 哇 死了 32.5% 很高 尤其是在香港 最高 是否17% 我聽過我朋友這樣說 其實不是的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其實澳洲的Tax 是怎樣 我的Case study 多一下 大家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Tax rate 不是這麼高 所以怎樣只要一個 Foreign resident Tax resident的 assessment 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如果 簡單來說 這些是 Case by case 的assessment 如果 會移民的朋友 我們就會建議他們 自己和我們有一個 One to one 的conversation 因為不是一個好 不是一個簡單的assessment 如果 完全 打個比喻來說 沒有澳洲身份 直接是賣這層樓 來做一個投資的話 你就是不需要擔心 所以剛才所說 如果你在 香港工作 在香港住 在澳洲沒有身份 99% 你會是一個 Foreign resident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如果有想著 我移民的人 又可能有身份的人 我就會建議你們自己 和我們一個 One to one conversation 因為在這一點來說 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assessment 如果我有澳洲身份 但是我在香港住 澳洲身份 即是你以前 在澳洲住過 我們需要 One to one 的conversation 因為我們自己 這些assessment 都要 進行一個assessment 不是一個 五分鐘的conversation 我不用說 現在就和大家 聊一聊一個 我們的sipal tax equation 有assessable income minus tax deduction 就會到回tax position 我不用說 今天我會focus 多一點 什麼是tax deduction 有什麼可以拿來退稅 不用說 我們claim得而多 我們需要交稅 就會低 assessable income income by definition 就是 所有income 關於你這個 reinsal property 不用說租金 不用說第二 在澳洲 我們都有一種 叫land up insurance 屋主的保險 屋主的保險 可以保 第一 如果租客 整壞的屋 或者之類 需要維修 第二 如果租客不見了的人 租金 沒有收到之類的東西 那樣的東西 那個insurance 那裡都會賠 我不用說 你賠的時候 都會落回我們的 assessable income 第一 第二 在同時 這些給了insurance的錢 我們都可以拿來退稅 那麼tax deduction 簡單來講 就是allowable expenses 遲些會再 會深一層 再談一談 不過不用說 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都有 可能有小朋友 或者在那裏讀中學 也好 小學也好 或者讀大學也好 這些 這些費用 就不能拿來退稅 因為政府的角度來講 是跟你的物業完全沒有纜貌 現在講一個簡單的case study assume increase 是在澳洲 在物業店買了一個物業 7月1日60萬 每個星期的rent 是500元 同銀行借了50% 是一個interest rate 是6% 我們有什麼可以拿來退稅呢 利息 你的利息 是可以完全全的text 集中到 所以在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拿來退稅 不用說 很多時候 一些客人會問我 Athuna 應不應該跟銀行借錢 或者要借多少之類的東西 簡單來講 如果是一個投資的物業 你越借多越好 銀行是沒有給我commission 我這樣來鼓勵你們 我都很想給我commission 不過簡單來講 澳洲的system 不同 我知道我們不用說 我們身為Asian 我們不來是不同 不喜歡跟銀行借錢 如果我跟我媽媽說 你同銀行借錢 越借越多 你只會拿個石頭來扔我 不過 我們要明白 在澳洲的tech system 其實是怎麼活動的呢 其實這個system 真的是鼓勵你借錢 不過在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OK的 我們要用另一個 不一樣的角度來看 借錢來賺錢 這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賺到錢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 譬如 一時的客人說 我可以fullly pack up一個物業 這樣就要看大家 如果不給那麼多稅 不如跟銀行借盡越多 I mean 借盡去 不用說 要看自己的個人情況 以及看你自己要投資多少個物業 在澳洲 打個比喻來講 如果你fullly pay off 完全一低 有一間fullly pay off 如果你不fullly pay off 你那筆錢拿來 如果你還要投資的 你 easily可以做deposit多六七間 坦白說 那我就要看你們自己個人的情況 你們是想怎樣來投資 那我現在就會 第二點 和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depressation 在澳洲 我們有很用 稅務局給你們 claim的 叫depressation 第一 for building 第二 furniture and fittings 那麼depressation 在這個角度來講 有時我們一些客人會有些少少疑 說不做 為什麼 因為depressation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買的物業 我們買的asset usually 是應該增值的 不是depressation 不過稅務的角度有少少不同 就是說 每樣東西在新的時候 應該是最值錢的 這樣你用了一年後 兩年後 就應該是跌價的 這是在text 和accounting的角度 如果我們今天 買一堂靚車 買一堂Ferrari 一開出優惠 即時幾千元 踩多兩下的pedal 又再虧幾千元 不用說 在這個角度來講 如果你要做depressation 沒問題 首先第一 正是一個quallified 一個register的quantity surveyor 可以做一個depressation report 這個depressation report 做了各個 我們就每年可以幫你claim這個depressation 就好像這裡 這樣說 你二萬六 我們可以扣萬八 扣萬八 一萬元的建築 和管理性 是否是分裂的 這個depressation 簡單來說 我們 這是一個accounting entry 是 上一次 我一個客人 有一點點擔心 跟我說 不做了 這個depressation report 我不想我的屋間跌 這樣 如果下次 你真的想賣你房子的時候 如果你的賣家 跟你說 如果你的賣家這樣跟你說 我便勸你蓋一把 叫你走遠一點 為什麼呢 浪費你時間 到你真的要賣你房子的時候 就是試隔 你的試好 你賣的價錢便好 試不好 價錢便不好 每個國家 每個地方 在英國世界都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一點來說 是不會影響到你的市價 以及就算你租多少錢 你租多少錢 都是一天 都是市價 是這個depressation 只是做tax course 我們會用到的 那麽管理費 honest cooperation 都是可以用你退稅 不用說 大多數大家 都是會 請一個property manager 來幫你找一個租客 幫你收租 不用說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的property manager 會幫你來 幫你收租 然後 收到他們的commission 之後 就會給你們的balance 每年都會幫你們做inspection 那麽他們的收費 都是一樣可以拿來退稅 那麽真是註冊回計師樓 我們的收費 都是可以拿來退稅 為什麽我放質疑 不是因為我操作質疑 是因為 每個客人有自己的情況 一些客人有十個單位 一些客人有空多單位 一些客人要移民 一些客人不要移民 我都不會放一個人在這裏 為什麽呢 我會混亂其他客人 所以我們做法很簡單 我們做法都很open and transparent 你只需要跟我們說 你們的情況是什麽 我們會給你一個quotation 對的我們就做 不對的都沒有問題 都仍是一個朋友 所以 在個例子來說 我們的租金26,000 可以扣的東西 總共是34,000 首先第一 就是提醒大家 還有其他東西可以扣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可能會用 我們可以有時間和大家 細節地討論 就像剛才所說的 insurance 屋子的insurance 的好點 我們都可以拿來退稅 在個例子 我們就有一個 tax loss 八千元 回到我們 先前所說的 accessible income 這個 sorry 26,000 我們叫做 accessible income tax deduction 34,000 我們的 tax loss position 現在是 八千元 tax position 是八千元 loss 我不用說 每個客人都會問 需要交多少稅 對 都不需要交稅 為什麽我們看到 tax record 這麽害怕 因為我們不是太了解澳洲 所以 所以 在一點來講 雖然 tax record 這樣看是很可怕的 不過 如果我們再了解深一層 其實 不是太可怕的 所以 上一次我客人跟我說 正是 tax record 跟我說 上海的tax 便宜很多 我只是給12.5% 那我便說 12.5%是什麽 12.5% 12.5% 在我的租金 那我問你 那些expenses 能否退稅 完全沒有 只是租金12.5% 如果同一個道理 如果 在這個角度來講 如果 在上海 你這個民業 就要給了3,000元 3,000元 給政府 在澳洲 我們都不需要交稅 為什麽我們說 澳洲的稅貴呢 因為我們 一時不用說 不太明白 so 首先第一 在一點來講 這個叫做negative tax rate 我叫做negative tax rate 第一 你不需要交稅 第二 這個tax loss 我們可以cumulate 去下一年 第一年 打個比例來講 我們虧8,000元 第二年又 8,000元 這樣就會加上 16,000元 第三年 如果再8,000元 便會24,000元 我們可以繼續cumulate 那當你下次買樓 我們又可以cumulate 我們又不需要 你賺多少錢 又可以cumulate 這樣又不需要 交那麼多的水平 稅務局 這樣 在這個角度來講 是ok的 因為可以繼續cumulate 又沒有一個限期 沒有expiring date 沒有limit 沒有說 你可以有多少tax loss 是as much as 你可以cumulate 其中 現在我們其中一個客 他自己本身有20間樓 在澳洲 他已經cumulate 只是自己 剩下40萬澳資的tax loss 因為他有很多 他太太剩下30多萬的tax loss 其實上一年 他已經賣了一間樓 賺了錢 不過他又不需要交稅 在這一點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是 如果懂得玩這個遊戲 是可以很beneficial 這樣 首先 大家應該記得 我跟大家說 為何一定需要報稅呢 如果一些客人說 我虧錢 我不報 為何你要送8000元給澳洲稅務局 那你不如送4000元給我 好一點吧 你不報稅 這8000元就沒有了 你沒有做tax return 第一 這個tax loss 我們不能carry forward 第二 怎樣也好 你沒有做tax return 你已經犯了規 澳洲稅務局 是有權利罰款的 所以 在這一點來說 不用說 其實是 報 做回應該做的事情 是會 在這一點是比較對的 好 現在和大家 聊一聊 其他一個和大家share share 其他一個 很簡單 不過是很重要的方式 你怎樣可以 legally maximize 你的tax 不需要給那麼多水 我現在開始收錢了 因為這個是tax wise 大家聊得這麼開心 今天送給大家 好嗎 好 首先 首先 剛才的example 打個比喻來講 Chris 5年後也好 10年也好 賣房子 賺錢了 有什麼 有什麼費用 我們已經可以 進購了 消名 那麼 net profit 打個比喻來講 28萬 29萬 賺了 因為Chris 他會在第三個tax record 在第三個tax record 這裡是寫45% 當我們計算出來之後 第三個tax record 是需要比成11萬 給澳洲稅務局 好 effective tax rate 永遠會低一點 因為我們的tax record 是繼續上的 這個不用說是mathematics 這樣 let's assume Chris 簽合同的時候 你有想到 tax planning 因為跟我談了 過後 他就會想到tax planning 就覺得 OK 我現在 我不是只要個人名 做屋主 打個比喻來講 或者 我 我的太太 幫我一起搬 這個物業 那麼 你有兩個屋主 你賺到的錢 就會分成50-50 這樣便是14萬 14萬 你便會跌到第二個tax record 你便會跌到第二個tax record 這樣便需要付49,000 付稅務局 所以 省了錢 來 61萬 是否多好呢 不要認真 是錯的 沒有省那麼多 不過都有省 這個48,000 是每個屋主 兩個屋主 就97,000 不過都OK 只需要 因為我們加到一個屋主 我們這裡都省了12,000 12,000 的號子 它的effective tax rate 現在跌了37% 跌回到32% 那麼我不用說 所以 剛才我也所說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式 那麼我不用說 如果你要找一個人來幫你 如果你要用他的名字 來做legal owner 那麼首先第一 就是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得罪這個朋友 因為是有你的legal owner legal ownership claim 所以不用說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不用說 不是說 誰都可以做legal owner 這一點 你要自己 在你自己的情況之中 決定回你想 誰幫你做legal owner 如果你想 令我的legal owner 下來購入你 即是想說 那個tax law 是不是可以在那裡 做legal gain 是可以 打個比例來講 如果剛才 那百千元 都是可以offset 所以不用說 這個例子 是想說 有什麼tax law 已經offset 所以現在 同一個道理 如果我們現在有四個 屋主 四個屋主 那麼就會七萬 OK net profit 會是七萬 那麼在七萬來說 就會落回第一個tax record 同一個道理 那麼現在我們的tax 總數 比稅務局 就會九萬二 這樣九萬二 的effective tax rate 將會再跌到31% 我都可以 因為這裡 再省了四五千元 澳資 這樣 的facts recap 首先第一 effective tax rate 在澳洲 永遠會低一點 就是要公開到你 的tax record 第二 身為澳洲製作會計師 我們是有權 幫你們 extend 你們的lodgement date 如果需要 我可以提醒大家 首先 足夠的時間 因為我們一定要 10月31日之前 申請上去澳洲水母 第二 如果有欠氣tax return 就會比較 就一定會連繫到 的extension 不用說 我們身為澳洲製作會計師 以及身為你的會計師 我們的其中一個業務 就是幫你們 identify 和claim 你所有應得的tax deduction 這些是很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claim 漏了 你不能說 我下年claim 為什麼呢 如果你可以決定 什麼時候claim 其實你可以manuculate the tax rate 所以不用說 在澳洲政府的角度來說 就說不行 你要claim 就 你應該claim 多的時間你就claim 如果不claim的話 你沒有claim 就 That's it It's gone 所以不用說 因為我們的area of focus 就是在投資物業 還有不用說 我們也有很多外國投資者的客 如果一時你們 被漏了我們文件 我們會知道 我們知道你有什麼物業 給漏了我們便會問你們 翻譜這些文件 我不用說 簡單來說 我們一直跟我們的客人說 就是 關於你的澳洲物業的文件 是否能收好你 收好我們 我們做稅的時候 你一次過給我們 這樣 有得claim的東西 我們會幫你們盡claim 沒有得claim的東西 我們就就 就是ignore那個文件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如果我開始跟你說 你有什麼要保持 我 有什麼不要保持 你一定會 一定會搞錯 我們最擔心的東西 就是一時 有些客人保持錯文件 這樣 我們需要的文件 不保持到 這樣就撞板 因為為什麼 no proof no claim 所以這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 你們保持這些文件 我們會看 有得claim我們claim 我們便會 會比較好一點 不用說我們可以 further maximize 還有這些 text deduction 和return 不用說有很多 五日的方式 我們都可以 教我們的客人 應該做什麼 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不可以做 我現在就update一下大家 去年五月份 政府propose有幾個法律 已經是pass了 parlament 我現在已經在實行中了 首先第一 就說一說deprecation 這個deprecation 就是 這個新的例子出現 一開始 就是limit the depreciation 來 actually incurber investment Usually 來說 這個不會特別 影響到 我們的外地 外地的投資者 因為你賣的東西 全部都是新的 所以不會特別 影響到 這個影響到 我們自己本地的客人 所以這一點 不需要太擔心 這個我是最傷心的了 真是不能批評了 現在traveling expenses 在澳洲 以前我們 飛去澳洲 機票 Hotel 有得批評 現在不能批評了 7月1日開始 如果付這些residential property 就不能批評了 現在沒有變的了 不過在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木稿 不只是focus 不只是target外國投資者 涵立投資者 涵立投資者 就是一樣 因為我們本地客人 都一天不能批評了 即是以前來講 如果我一個本地客人 在香港有一層樓 其他人可以飛來香港 在一層樓 住在Hotel 都是可以批評 今時今日這個法律 已經實行了 我的本地客人 都一天不能批評 所以這一點來講 簡單點 target all investors 不只是外國投資者 這個CGT withholding 12.5%在75萬 7月1日開始 這個什麼意思呢 到一些朋友沒有賣樓 那時候 現在這個新例 已經operation了 如果你賣場樓 如果你的賣場樓 是75萬 這樣 你就要有一個 複雜率 就是 賣家需要複雜12.5% 的賣場樓 複雜率 複雜後 這12.5% 要給稅務局 這樣的平衡 就給你 成為你的 Bender 為什麼呢 簡單點來講 政府要比較 proactive 你開始捉人 現在繼續 你active 我們已經看到了 你捉人 你不交你的稅務相關 我先拿你12.5% 所以 逼屋主要做text return 所以 是這樣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text 這個是withholding text 所以 你自己 真真正正做text return 我們幫你10億 上去的時候 我便會計算數 如果 withhold太多了 稅務局都會付錢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text 第二個option 就是 我們有一個next option 就是 我們可以在稅務局 申請一樣 clearance certificate 簡單點來講 條數 拉前來計 我們立即計 其實你真的賺了多少錢 你真的需要給稅務局多少錢 這樣 我們便會直接給那個amount 所以 有可能 不是12.5% 如果我們計算數 過後 有可能是1% 2% 3% 這樣最低限度 你直接給你 應該給的錢 你的cash 不會被窒死了 如果 75萬元 不需要榮兇 其實 這條例 不是新例 兩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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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這個threshold 是200萬 政府便開始發覺 死了 一個人都捉不到 那就adjust了 75萬 現在75萬 簡單點來講 很多外國投資者 會比較 很多 需要滅耗了 這個threshold 就是 5月9日 2010 開始 簡單來講 如果這是一個 Holiday Home 每年內 你有沒有租出 多於6個月 就要給這個 Vacancy 簡單來講 是因為 不鼓勵別人 拿來做Holiday Home 為甚麼 他們不夠地方居住 因為不夠地方居住 所以 Rental Market 現在是很 簡單來講 是很competitive 所以 政府要逼 屋主要把這個居住 提供給市場 不然人家開始打架 因為沒有地方居住 我們可以不賣車 不可以沒有地方居住 所以 在這點來講 就是 不鼓勵 這個呢 只是Tax Office 自己的 State Revenue Office 都有一個 Fear 簡單來講 保守來講 如果你要做Holiday Home 每年你要預約1萬元 報紙給政府 所以 大多數 我們的客人都不需要特別擔心 優惠 是一個 投資物業 你有租出去 就OK了 這點不需要擔心 另外一個 update 是會影響到 我們的外國投資者 這個明是Law 不過 Proposal 是今年7月1日開始 2018 看我們的 Politician 反正 談一看 在他們的方向 理論 這個 都是會一又每便 這點是甚麼意思呢 這點是 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 什麼 買家 現在需要 供工工工工工工ğı 給政府 如果 買一層樓 如果是100萬 感谢观看